继续点击进行注册后 进入具体申请全报的环节 大家会看到本页左面的界面 为了便于我们这个 比较这两个版本的不同 我们用了这种比较的方法 在一个列表中 我们分别列出来 198和178 我们对照来看 各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相应的对辖区内的相关企业业务 进行这种规划追照